每个人都想过好的生活 既然如此 我们要努力创造一个 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发展模式 你好 我是街报的主编杨洁 这里是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当头 我是凯铭 九高校 我是威尔 刚刚我们有说到 这个在越南跟泰国方面 都有旱灾的问题 那么这个东南亚的旱灾 中国方面是 有通过了说 在从周二到四月十日开始 他们会通过这个云南省井 洪水电站 对湄公河下游 进行泄洪的动作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缓解在下游的旱情 那么湄公河的 经过的这五个国家 柬埔寨、辽国、缅甸、泰国 还有越南将会 因为这个动作而受惠 就是可以缓解一下 他们的旱灾的情况 那越南南部的 媒公河三角洲 是遭受百年来 刚才我说的 最严重的旱灾 那媒公河水位 是降着九十年以来最低 那当然受到影响的 不单只是越南 在媒公河流域 我们其他国家 我们知道的 包括像这个泰国缅甸 也是受到这个 很大的影响 如果中国方面 能够真的 有这个泄洪的 一个措施的话 它起码还可以让 这个江水的水位 会提高 那当然这个江水呢 是属于 如果是经过过滤过后 还有经过处理过后 它还是可以用来 处理这场生活 所需要这个水量的 那中国这方面呢 在今年以来呢 是这个水啊 这个流域来水 是偏少百分之二十的 入库流量是每秒 约五百立方公河 那如果是这个水电站 它泄流约是每秒 大概一千立方公尺的话 那累计 为西亚游补水呢 可以补到 二十七亿立方公尺 那换句话说 是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 嗯 是的 可以很好用的 这样的情况下 的确是可以让 这个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都有很大的这个益处啊 但其实看起来是 就毕竟我们知道 东南亚最近 跟中国方面 有这些南海方面的问题嘛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 是不是说中国可以 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 可以改善 就是双方的关系 毕竟在这种艰难的时刻 我们呃 就是进行了这样的帮助 这个这是两个概念吧 我觉得就是呃 如果说当哪一个国家 有一些灾情 一些问题 那你要显示出 你这个匡宿大量 你还是有去帮助的 这是一种国际形象 但是当来到一些 有争议性的 利益上的争议的时候 那有不同说法 就是你是你 我是我 大家水火不容 势不两立 就就是这样子 一个态度吧 那美会不会像 东南亚国家危机感呢 就是越南这些时候 哎 我们有一条 这个水的命脉 只要有一 一有旱灾的出现 基本上 中国就是掐着这个水源了 那既然 呃 有一些是 投靠了其他国家 包括可能是 跟美国关系好 看美国怎么帮你吧 美国是不能建一条 这个水道呢 把美国的水输送到 东南亚国家来呢 这个 也许吧 还是看这个 这些大国的脚力是如何了 那看这个 我们来看 另外一边是在前几天 有报道到的 这个 中国的一个报社 新华社 他们的这个文章里面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标题里面 就写到了 中国最后领导人习近平 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然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而且毕竟这个好像是对中国最高领导人 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啊 所以很多人都很好奇 这一个做错 写错这个字的这个职员 他会遭到这样的惩罚 那目前一直这个偏激呢 他是被停职了 而且是连他预备共产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 其实这这个八个字啊 什么 二四六八 对没错 这七个字 七个字 中国最后领导人 你可以怎么诠释呢 其实 是中国最后一个领导人 就以后没有共产党 就是没有中国了 可能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 如果是你这样子诠释的话 他就不是针对一个人 他针对的可能是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没了 你要说他针对人也行 就是说 就是因为某某某某领导 结果把中国带到了 不见了 消灭了 灭国了 这可能是一种诠释 但是无论任何一种诠释呢 都好 他都是属于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写法 所以就让人觉得说 不应该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上觉得很不对 而且是对领导不尊重 对国家抱有一定的这个诅咒 可能这样子概念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种守直的这种错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错误 是不是可以有一定的宽恕呢 可能就是这个影响实在太大了吧 毕竟就你刚刚说到了 他的意思可以是非常的负面的 然后就高层就定定性为 把这个事情作为这个政治错误 影响恶劣这样子一个评价 但是杀一紧百嘛 就让人觉得说 以后你做这个媒体了 你就要小心一点 给我一而再再三再叫对过后 你才出版 你没有叫对好的话 你出版 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扛 但其实想象中 就印象中 在中国的媒体方面 其实你应该不需要杀一紧百吧 就是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应该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你做错了这些事情 你的后果都不会好到哪儿去 也不太糟糕 只是被停止啊 是啊 你没凭空消失 就可能你的前途就完全没了 就是刚刚说到什么 预备共产党员也被取消了 这个其实看起来还是 就是在当地应该算是一个非常 不能说他的人生就完了 但是就可能他在一方面的这些前途啊 他本来是很有前景的之类的就没了 这名编辑已经48岁了 对不对 48岁其实还蛮年轻的不是吗 48岁的话 你说年轻不年轻 说老也不算老 他曾经有做过驻地记者 然后刚刚或提升为新华社 对外部港台发稿中心的一个主任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啊 我觉得只能够说他非常的不幸运 好吧 只是作为这个中国的媒体人 还是最好是小心在小心了 刚刚这个还有就是中国的两会方面 中国最近是这个两会里面就通过了这个一个叫慈善法的一个慈善 一个法律 一个怎么说制度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过之后就代表以后中国的这个当搞慈善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的条件 包括其中一项是可能让很多人比较有争议的是 如果你承诺过你要捐款 你就必须要捐款 如果你承诺之后没有完成这个承诺的话 你就可能会被提控 是属于口头承诺也算吗 里面好像是这么说 因为他说诺额不捐 那这个诺额不捐是你必须要有证据吧 如果口头承诺 今天就是比如说 你是慈善机构 你来找我 我说好好没问题 这个一千万我就可以处理 马上开 待会儿还是明天还几时 你过来拿支票 我只是口头承诺 你没有证据的话 你怎么告我 除非有录音 录影 有第三者 或者是其他人在场 有目击证人 或者是耳技证人 所以那才能做吧 但我们不知道 他整个这个法律是如何运作 只是知道说 为什么会通过这种慈善法呢 他有什么样的帮助 想象得到 因为在之前 还记得之前有什么 这种红十字会的人士在中国 他本来是里面的成员 但是他在网络上炫富 就有人奇怪 为什么他拿来那么多财富 明明是一个搞慈善的 然后有这样的一些丑闻啊 还有很多 反正中国今天好像 在之前都蛮多 这些捐款的丑闻的 到最后这些捐款 很多都不透明的处理 造成很多捐款 都不知道哪去了 很可能就到了死人的 这个口袋里面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 应该可以很好地去 把这些慈善的情况 不至于变得就之前 之前那样是经常都 不知道怎么去 那么透明的话 就可以很好地了解 这个捐款是怎么使用了 这个也让我想起 之前在台湾的慈悸事件吧 对吧 也是说有人怀疑说 这个捐款啊 不懂怎么去了哪里 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确实啊 慈善机构有时候 有很多漏洞是能走的 甚至我听说 就有人通过慈善活动来赚钱的 慈善活动来赚钱 这一句话听起来就好像有一点 感觉上哪里不对了 对不对 是啊 慈善活动赚钱其实没有错 但是如果是以慈善活动来让自己 赚到钱 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不对了 因为慈善团体它本身要 它是赚钱是没错的 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钱资金才能运作 但这些钱呢 你到处要回馈 到这些有需要的人身上 你要协助的这个慈善单位身上 而不是 而不是 分到了这个 搞慈善活动的人身上 我倒在听说过 有一个就是有些慈善机构 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些监款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必须要去聘请一些 类似推销员 但他不是推销员 他就是去到处去 筹筹款的人 但是这些筹款的人 并不是义务的 他们是有commission的 比如说你筹100块 你筹10块钱之类的 可是他们有所以没办法 因为慈善机构 他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而且如果你找义工 那些人也未必会 像这一些人 就是赚自己钱的人 那么有效率 老实说 如果你在一些街头 在这个咖啡店 餐厅 餐馆里面 遇到这样子的 来跟你募款的 你会捐吗 我通常都不会 为什么你不捐 有一种感觉 这个好像不是真的 除非他真的是让我相信的 他是来自 真的是 如何人让你相信呢 这还真的是不知道 很难吧 对对 是很难的 很多都拿了一些什么证件证书出来 告诉你说啊 我们是代表哪里哪里来征款的 老实说 以前还会相信 现在反而有 对对 我们越 我们越长的 越吃的越多饭 吃多越多盐的时候 就完全不相信了 因为太多骗子了 在这个社会上 是 很多打着慈善名义 来骗钱的 多的是 所以这些智善 让人 不知道 可能要懊恼的一件事 所以马来西亚也可能 应该通过一些慈善法吧 但是当慈善 但是会不会合理化 一些捐款的事件呢 这个还真的是很难说 慈善法应该要 政治如果全都去搞慈善了 明正言顺 可以搞慈善 有捐款啊 刚刚还有这个 两会除了这个慈善法之外 还有另外一边是 比较让人关注的是 中国李克强 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 一个说法 那么他是呼吁 这个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 只要双方认同九二共识 他们什么都好谈 所以这样一个 感觉上是 对蔡英文的一个施压吧 就是你到底 想不想承认九二共识 只要你承认九二共识 我们中国方面 跟台湾方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承不承认都好 无论你台湾承不承认都好 中国政府呢 一样的 你承认他也会做一些 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你不承认 他也是同样会做 应该会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只是一种 怎么说呢 发表政治 政治发言的 也并没有一些实际上的 太大对台湾的一个什么威胁啊 或者是警告啊 什么这都没有意义 因为中国根本不理台湾 你不管你承不承认的九二共识 反正我是承认了 反正是对我来说 你就是我们国家里面的 一块一块领土 一块土地 然后我们那天还谈了吗 不是要建这个高铁吗 对吧 这个高铁建到台湾去 就真的是一个期待了 他就把这个中国和台湾 是直接形式上 也不是只是概念上 是形式上意义上 实体上真正的连在一起了 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我就说了 无论你什么九二共识 不九二共识的 这个就是变相性的 这个两国统一 对啊 这个其实 九二共识还是一样 不是两国 对不起我用错字 我常常用错字 其实在台湾台湾方面 可能还真觉得是两国 对对对 台湾立场是觉得是 一些人吧 一些人觉得是两国 但是对中国来说呢 是 他们是叫 有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 大统一吧 还是那个字 还是 就是所谓的一中同标 大家都是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这个还是很复杂的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中国跟台湾关系 反正两个都是纠缠不清 还有另外一边 也是纠缠不清的 就是中国跟香港 那么 在这个两会方面 也是说了 这个一国两制呢 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这个 他们还是会强调 这个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 这些东西都不会改变 但是话是这么说了 但是似乎好像 行动上 是不一样的 其实有一些事情啊 就 会不会是 自己本身的一种想法 和一种感受呢 这个香港人 还是比较喜欢 英殖民的 那个时代的 因为总觉得 英国毕竟是一个 这个什么 西民式制度国家 所以是比较相对 开放一些 也比较自由一些 也比较多的 这个 好处可以获得 但是当那个时候 97来的时候 你看有多少人移民啊 大家就是对中国没信心 所以这都还没有 一个怎么说呢 被管理 然后你就完全是没信心了 但是97之后 其实香港人也 就在那段时期 97到现在最近 就可能冲突比较大的时期 其实也是好好的啊 对就是我就觉得就是 但我没在中国 我没在香港生活过 我不了解 实际上他们真实的生活 是不是改变了非常的多 但是从外人的 这样子的角度来看 包括 跟看了一些新闻啊 这几年来 总觉得对香港的印象 和之前之后 最大的改变 感觉上就是 香港人自己的一个 心态上的改变 而不是整个环境的改变 是没错 那当然也加了一个东西 就是更多中国人 大陆人涌进的香港里头 让香港的一些人民 就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还有一些 这样的不舒服 应该说在最近 比较大的冲突 在这个之前 有很大的不舒服吗 还是一样不舒服 只是说没有去到 那种冲突的 那个现象出现 那当然近几年来 可能就是因为 有也许吧 是中共插手的更多了 就让人觉得说 不舒服了 那个不舒服的情绪 就直接不满的情绪 直接就表了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 你虽然是说一国两制 然后港人治港 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 这个港人呢 他是港人自己要的吗 还是说是中国这边委派 还是代表着中国的身份的 那就是香港不满的地方 那当初的这个战中运动 其中一个诉求 就是说 这个他们是希望能够有 比较高度的这个自治 而不是完全由中国来控制 是人之间的 那么我们将你看到